人本来就是要死的 但人不甘心 向往一种长生不老的方法 远古的原始祖先会将死亡视为一种疾病 使生命新的开始 他们认为只要能找到丹药或通过功法 就能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 虽然从来没有人能够实现这个愿望 但在很多神话传说中确实存在着长寿 或者说长生不老的人或物种 比如在《庄子逍遥游》中就曾有这样的记载 而彭祖乃今已久特闻 众人匹之不亦卑忽 在上古奇书《山海经》中 也曾有关于不死族的记录 甚至有些姓氏还被称为是不死族的后人 这其中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呢 我们在追溯姓氏起源的时候不难发现 古代的姓氏大多源自于图腾 是古人为了与其他姓氏区别开来的物质物 基本上代表了这个氏族的来源 品格以及他们所向往和追求的事物 有些氏族还会将某种事物 职务 星座 甚至职业当作符号 姓氏最早出现的原因 多半是为了区分部落中不同氏族的后代 因此 姓氏的出现也标志着 从群昏制向血缘昏制的过渡 是人类进步的里程碑 正是由于姓氏随着社会进程的需要 而不断演变 传说中神仙的后代才有了多个不同的姓氏 而不死族的秘密据说就藏在《山海经》之中 据历史记载 这本书成书于战国至汉代初期 并且还很有可能是由多人所著 最早在《五月春秋》中写道 与寻行四读 与义 魁共谋 行道名山大则 招其神而问之 山川卖礼今与所有鸟兽昆虫之类 即八方之民族书国义与土地礼书 使义书而记之 命约《山海经》此处不难看出 有人认为作者是三国家门而不入的大鱼 此后历朝历代对作者的看法更是层出不穷 但具体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山海经》作为先秦时期的重要古籍 其中记载了许多充满传奇和神秘色彩的内容 曾有人认为它是一部地理书籍 也有人认为它是古今与怪之祖 小说之最 所以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 是从古至今最大的争议 随着对其研究的不断深入 其中描绘的神兽世界和神奇景观 给当代人带来了许多未知的探索 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敬畏感和认同感 书中对于不死之族的说法更是被大家所关注 秦始皇在历史之中是最热衷于寻求长生不老的帝王 他曾经派徐福按照山海经上的地图去寻找长生不老的药 在山海经中有这样一个地方 叫做不死国 其中存在不死民 有不死之国 阿姓 甘牧世时 但他们的不死不是与生俱来的 而是后天使用国度内能够使人长生不死的果实 泉水 虽然在百家姓中没有找到阿姓的相关记录 但根据历史记载 阿这一姓氏确实出现在商朝 甚至现在内蒙古族以及回族之中 也还存在着这一姓氏 除此之外 还有另一个不死之族的记载也是有迹可循的 有灵山 乌贤 乌吉 乌 坟 乌棚 乌孤 乌针 乌礼 乌底 乌蟹 乌罗石乌 从此升降 百药源在意思是在灵山有石乌的存在 他们掌管着山中各种长生不老的灵药 自然就成了不死的化身 而乌的起源也是来自山海经之中 袁柯先生曾经认为 乌贤国者乃一群乌师组织之国家也 在民间记载以及神话传说中可以看到 在上古时期是由凶兽精灵等等统侠大地的 这也造成了人类失衡遍野 血流成河 天界的神明看到这样的景象之后 于心不忍就决定赐予人类传承的权利 这里所说的乌并不是巫术 巫婆 而是指那些能够与天地进行沟通 并且有大智慧 大功劳的人 比如我们所熟知的轩缘 吃油 神农 在当时都被称为大巫 一个部落 一个祖群 往往都会有巫师的存在 一般他们也都是这一族的首领 人类有了这样的能力之后 那些凶兽就不敢再继续屠杀人类 那时候也因为知识有限 人们的理解也比较局限 他们把疾病 天灾都归结为神灵的不满意 为了消解这种情绪 就有了崇拜仪式的出现 组织这种祭祀仪式 成为人与神明之间的桥梁 这类人就被称为巫 郭沫若先生曾经在甲骨文之中发现 巫与巫其实是一回事 他们通过巫师舞蹈的形式进行祭祀 现在东北一带的萨满 还仍保留着这样的习俗 后来巫慢慢演化成为了一种文化和宗教 在文化思想 医术 天文等领域都有所建树 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吕氏春秋之中的记载是 巫鹏做医 巫贤做士 更加证明了确实是有巫性的存在 并且巫鹏作为皇帝时期的一代神医 明臣 将巫术与医术结合在了一起 随着历史的不断推进 巫性也慢慢演变出了另外的五个姓氏 八姓 凡姓 谭姓 相姓 正姓 这五个姓氏与阿 乌并称为上古七大不死之族的姓氏 除了这七个可以追溯的姓氏之外 《山海经》中还记载着一些无处可究的长寿族记录 在《山海经海外南经》中说道 交境国在其东 其为人交境 不死民在其东 其为人黑色 受 不死这里的记载非常直接 直接告诉人们 这里的人是不死的 并且全身为黑色 而在《山海经大荒西经》是这样记载的 有人焉三面 是专虚之子 三面一臂 三面之人不死 是为大荒之也 这里说的是专虚的儿子 有三个脸不说 身长还是一臂 虽然长相奇怪 可却能长生不死 还有一个族群叫做轩辕国 这个国度里面的人即使不长寿 但也有八百岁了 但是这么多不死或者长寿的族群 是真实存在的吗 其实在古代 由于技术和思想的落后 对他们而言四十多岁就已经算是长寿了 即使是在医疗设备如此发达的今日 活过百岁也不算很常见 因此关于不死之族是否存在 一直都是众说纷纭 争议不断的 很多人认为《山海经》之中 所记载的一些山川 奇闻都曾真实存在 甚至有一些放在今日也是可以考究一番的 比如河内东京中就曾有对于蓬莱山 狼牙山的描述 恰好也与现实世界的地理位置一模一样 而那些神兽也或许真实存在过 只不过是在地球的不断演化之中消亡了 还有一些人认为 《山海经》不过是一本怪诞 意想天开的小说 其中的真实性根本无法考证 而关于不死之族 人们更多的是将它看作古人对于长寿的美好奇愿 或者当成小说故事来看待 现在很多中学课本之中都有《山海经》的出现 一代文豪鲁迅先生也曾说 《山海经》让我看到了传统文化蕴藏的无限潜在价值 人们可以从这些神话故事之中 学到关于宗教 民俗 医药 天文 地理等等的内容 还能了解到上古时代的文化起源 其实不管《山海经》中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它的每一个秘密都是中华文化传承千年的见证者 关注我 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